嘩 记住呢 小说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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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v响 我见到近这几年香港的的Theatre 香港的剧场 遍剧较 我觉得没什么大的突破 30歲以下沒有什麼特別的演員、編劇、導演 會有一種很與眾不同的聲音出來 他怎樣帶動一種態度的表演形式 沒有呢?其實行業沒有 他只不過是變成了我做一下舞台劇 都很好玩的 最深舞台的尖瑞文曾幾何時對電視 對所謂流行媒體、流行文化 一點都看不上眼 但現在他相信舞台要靠近觀眾 藝術必須融入民間 才可以觸動觀眾的心 觀眾都不跟人生經歷去到時候 他的需要都不一樣 所以其實我現在走著我所謂文化產業的路 我越走越興奮 因為你會真是看到reality是什麼 真實的世界是什麼 我反而覺得比我以前更真實 我以前來來去去都是看到幾千觀眾 而我就以那幾千觀眾作為了我的reference 現在我不是 我可以用幾十萬 甚至一百萬的觀眾來去評估 我究竟在做什麼 我做什麼給他們 十幾年前 尖瑞文創立自己的劇團、劇場組合 跟很多本地藝團一樣 過去都是依賴政府的資助去運作 但兩年前 他藝然脫離這個安全網 走商業營運的道路 還鼓勵藝術界同業 不需要害怕商業市場 我們真的有經過兩個不同的階段 有很多朋友我們都討論 其實澳洲有幾個劇團 跟我們的案件一樣 他們都不想要政府的資助 他們都獨立去走他們自己的路 有很多人很害怕 就是說有人行得成功 所有的劇團都要這樣做 沒有這件事 這個是個人的意願 給大家看看這些東西 不知道華仔會怎樣 詹瑞文說 藝團的成長不一定要靠實實在在的金錢之助 有時候現實的競爭 會是意想不到的催化劑 我們將藝術變成了一些很規範性的東西 其實有很多平衍設計師 他們都很藝術的 他們開公司 他們會做很多不同類型的東西 而是他們會發現自己的所謂設計 他們可以將他的理念和理想 在他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裡 我覺得比較現實一點 而我覺得正因為這樣 他的創意和他的東西可以推得很高 他就可以跟不同的人接軌 但他建議政府可以透過一些政策激勵 幫助藝術家全心投入創作 譬如我以前在工廠裏面 我做自己的劇團 我是給地政處罰我十萬元 因為我改變了工業用途 當時民政局幫都沒有用 現在他已經說可以很鼓勵 那些藝術團體用這些工廠 你想想我們十多年前已經走這步 民間始終會比政府快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周雪瑩報道